很多人问我 我为什么学了北京话 我是不是专门去学北京话 就天天说 我希望我能学北京话 其实不是那样 我希望是那样 但是不是 我得说实话 其实我这人 就是跟海绵似的 沾什么水 吸什么水 因为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女朋友 现在媳妇 但是女朋友 北京人 张不娘 老张人 北京人 最好的哥们 北京人 住的地方 北京 对吧 而且你想 那时候我老打车 因为北京大 对吧 去哪 去哪 一哥 也都是北京人 所以现在在戏里 还有的时候是问题 他们来找我 说曹道 你能不能就是 不说北京话 我说我不说北京话 不自然 您好 现在的味道是很香的 您是哪里来的 因为我的本性哪儿的 您是哪里来的 别扭 这很奇怪 听惯了以后 听那个就感觉 就很snobbish的感觉 对 根本就不是我 我有一些哥们在纽约 我想请他们吃北京烤鸭 所以我去Chinatown 找一个北京烤鸭店 不好找 找找找找 半天 终于找到了一个北京烤鸭 在人民放过来 哎高兴进去了 然后里头大耳前是中国人 然后我过去我问那哥们 我说哎 哥们 您您跟我说实话啊 您这是正宗的北京烤鸭吗 然后他说是啊 是正宗的啦 是正宗的北京烤啦 是正宗的 他说不 他说是啊 是正宗的啦 我们是全是北京人啊 哎呦我的天呐 他说怎么了 我说是吗 您是北京人 是啊 我是北京人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